第十三课 一、听力理解练习 一、听下列句子,选择正确答案 一、我们还是早点去机场吧,办理机场手续还要很长时间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二、我的照相机刚换的电池怎么又没电了? 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什么? 三、这个公用电话我没有卡,没关系,用硬币也能打 它要做什么? 四、小李,把安全带系上,不系安全带不能开车 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五、我还得去一下售票处,售票员把我的名字拼错了 说话的时候,它在哪儿? 六、我的这本是在新华书店买的,你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七、为什么还不让乘客登机? 离起飞只有十分钟了 八、我又换了一个地方,以前那套房子贵了点,离公司也比较远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九、机场规定,液体的东西不能带到飞机上,你还是把它放到行李里托运了吧 十、是谁把这本书放到书架顶上去了? 让我找了半天才找着 下面哪句话对? 二、听下列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一、快帮我找找,我的登机牌没有了 登机牌不就在你手里拿着吗? 从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二、都说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你这个北方人怎么喜欢吃米饭呢? 虽然我们家是北方人,但在南方生活的时间长,习惯也变了 女的家现在是什么生活习惯? 三、展览馆门前排这么长队 有什么好展览? 是西藏文化展 这是六十年来的第一次 下面哪种情况对? 四、我很喜欢收集石头 每次出去摄影的时候 都能带回来一两块漂亮的石头 你的爱好也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吧? 他们在谈什么? 五、 这个体育馆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现代化的体育馆 你还没去过鸟巢吧? 鸟巢比它现代多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上次感冒以后,嗓子一直疼 到现在还经常咳嗽 你一定没有好好吃药 小心别变成慢性的了 关于这个男人 下面哪种情况对? 七、怎么了? 你为什么那么奇怪地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戴上眼镜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戴上眼镜了? 今天还吃烤鸭呀 咱们换换口味怎么样? 我没有问题 可是约翰和玛丽除了烤鸭 别的都不想吃 下面哪句话对? 九、经历了那次车祸以后 我丈夫开车小心多了 那他还不错 我的一个朋友 两年前坐飞机 飞机起飞时出了点问题 后来他就再也不坐飞机了 对话谈到了什么? 十 花瓶放在地上不太安全 走路时不小心就会把它碰到 可是 放在这个地方最好看 咱们都小心点就行了 下面哪种情况对? 三、听对话和短文 做练习 对话 父母谈孩子的培养 生词 生词 平均 门 培养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辅导 一、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 判断正误 安平 你儿子今年该上中学了吧? 对呀 我想让他上一个好学校 你说上哪个好? 你儿子学习怎么样? 学习一般 平均每门七十多分 这样的分数上好中学可有点难 好学校都得九十多分 那就给学校交点钱吧 那可不是一点钱 一般都得交两三万元 再好一点的学校就得交五六万或更多 那也得交啊 上了好中学 以后才有希望上好的高中 也就有希望考大学啊 靠你们俩的工资也不够啊 向家里人借点吧 孩子上学的事 别人也都能理解 现在培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是啊 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 上中学、高中 一直到上大学 都得花钱 除了进学校花钱 进了学校以后 还要花很多呢 你的孩子上没上辅导班? 没上 可是我儿子英语不好 我给他请了一个家教 每个月几百元 哎呀 你们得给孩子花多少钱呢? 现在有孩子的家 差不多都这样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不敢要孩子了 孩子还是得要 有了孩子 就得好好培养 做父母的真累呀 二 听第二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安平 你儿子今年该上中学了吧? 对呀 我想让他上一个好学校 你说上哪个好? 你儿子学习怎么样? 学习一般 平均每门七十多分 这样的分数 上好中学可有点难 好学校都得九十多分 那就给学校交点钱吧 那可不是一点钱 一般都得交两三万元 再好一点的学校 就得交五六万或更多 那也得交啊 上了好中学 以后才有希望上好的高中 也就有希望考大学啊 靠你们俩的工资也不够啊 向家里人借点吧 孩子上学的事 别人也都能理解 现在培养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啊 是啊 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 上中学、高中 一直到上大学都得花钱 除了进学校花钱 进了学校以后 还要花很多呢 你的孩子上没上辅导班? 没上 可是我儿子英语不好 我给他请了一个家教 每个月几百元 哎呀 你们得给孩子花多少钱呢 现在有孩子的家 差不多都这样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不敢要孩子了 孩子还是得要 有了孩子就得好好培养 做父母的真累呀 一 上中学都要花钱吗 二 按照安平的说法 上中学最多要花多少钱 三 安平打算 怎么让孩子上好中学 短文 小朋友们就要离开幼儿园上小学了 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幼儿园的老师 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送给老师一个盒子 老师拿过盒子说 哦 我猜一定是糖 老师 你猜对了 小男孩高兴地叫 老师又拿起另一个盒子 是花店老板的女儿送的 我猜 这一定是花 小女孩点了点头 酒厂经理的儿子送给老师一个大盒子 老师拿过来的时候 盒子里的液体流到了他的手上 老师舔了舔 问 是葡萄酒 不是 他又舔了舔 说 是白酒 小男孩又摇了摇头 老师笑着问 那我猜不到了 里面是什么呢 是一只小猫 男孩笑了 听后判断证物 2. 语音语调练习 1. 听后标出话线词语的声调 1. 小沟拦住了小狗的去路 小沟拦住了小狗的去路 2. 小沟拦住了小狗的去路 2. 松树上有一只松鼠在跳动 松树上有一只松鼠在跳动 3. 他的国画中画的国花非常生动 4. 他的国画中画的国花非常生动 4. 他讲的规画纯粹是鬼话 5. 他讲的规画纯粹是鬼话 5. 你公子的工资恐怕都比你的高吧 6. 你公子的工资 6. 你公子的工资恐怕都比你的高吧 6. 你对他的稿件有什么高见 6. 你对他的稿件有什么高见 7. 你对他的稿件有什么高见 7. 人们夸奖的是你的画 8. 人们夸奖的是你的画 8. 这孩子很乖 8. 但也很怪 9. 你敢干吗 9. 你敢干吗 10. 这样做又费时又费事 10. 这样做又费时又费事 2. 听下列句子 注意句中的停顿 并说出你对句子的理解 1. 我刚走出去不远 对面跑过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2. 去哪儿都没有待在家看电视好 3. 会议开始了半个小时你才来 怎么这么不认真 4. 唐家旋外长在英国访问时 5. 会跟英国银行界的人见面 5. 现在一个月卖一千多辆车 5. 现在一个月卖一千多辆车 6. 这在几年前谁能相信 6. 你说哪座桥比杭州的跨海大桥长 7. 你还是走吧 你就是一直等到下班也不会见到他 8. 哪个饭馆的菜好吃 没有胡学森不知道的 9. 课外练习 1. 边听天气预报 边记录相关数字 9. 下次上课时复述 9. 现在播报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 10. 受西伯利亚一股冷空气影响 10. 我国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 10. 将出现大幅度降温 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小雪转晴 北风风力一二级 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 明天夜间晴风力二三级 最低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 23日晴西北风风力三四级见五级 最高气温零下五摄氏度 夜间风力三四级转一二级 最低气温零下十七摄氏度 24日气温逐渐回升 风力不大 最高气温零上三摄氏度 2. 请两个中国朋友向你介绍一下你所在城市冬天的气候情况 教室